哎 你們怎麼會這樣啊 飛飛怎麼會這樣啊 被廠商退了蠻多工作的 就覺得好無奈喔 樂天女孩飛飛雖哀告廠商跑光 損失三十萬土官司最新進度 被廠商退了蠻多工作的 就覺得還蠻無辜的 損失多少嗎 應該大概五六個工作 出席的工作啦 你損失的結果有六十萬嗎 來就十萬以上 就三十 應該有 差不多 樂天女孩飛飛年初捲入前經紀人 史丹麗四街活動風波 童召烈被信罪被告 形象受傷損失禪中 飛飛金出席醫美活動 也鋪官司進度 都結束了 然後我們也有收到就是 不起訴的那個合約 只是我們沒有特別跟大家說 因為其實也過蠻久了 那那個史丹麗 嗯 工作上他 有機會可能還是會詢問看看 但是 比較不是像之前經紀人的這個方面 去 揭揭跟會 怎麼會難心 嗯 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不會耶 因為 其實像我們之前也是 因為不知道 我們就是 到底是怎麼去 呃 錢 費用是怎麼去彈的 那我們就是接收到公主 呃 公司的通知 那我們就去做 所以其他事情我們就比較不會過 嗯 我覺得史丹麗也沒有問題 欸 不知道耶 畢竟還是 就是有合作過 也是希望 可以大家可以好聚好山這樣 那其實是超委屈 對我們發文的那個 哦 又無蠻又蠻 對啊 因為就是 因為在 針灘的過程 我們也不能透露出自己的想法 跟 因為可能也沒有結案 就是如果我們講這些話 可能會影響 呃 呃 對啊 他們講講 可能也就忘記了 不會到神奇 你就覺得好無奈哦 剛剛有什麼事 呵呵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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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